哈喽各位小鲜鱼 今天是一期评价包包的推荐分享 因为我去旅游的时候 发现好多人问我的包包在哪里买的 还有之前一期我就说过了一个包包 我忘记放链接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购入的百元以内的评价包包的分享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只会进入正题吧 第一个要求的呢 就是这个布袋 这个布袋在我这一次旅游的那个照片里面 出现过非常非常多次 因为它真的非常实用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无敌简单的布袋 但是它真的很百搭 我上班也是背它 然后已经很脏了 你穿什么都可以搭 然后拍照的话也很好搭 这个的话如果能找到链接的话 我会找给你们贴带评论区 这要求的呢就是这个蓝色包包 这个包包真的是 我再夸远了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软 非常的舒服 然后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评论区 我去找一下 这个的话不是很贵物 是十块钱好像 然后还有别的颜色 我上一期的视频里面也说过了 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说 凹造型拍照 或者是日常你出门 就是不是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就平时周末出门的话可以背它 因为你不要看着这样 它其实很能装 它这种水桶包 都是挺能装的那种 就可以装很多东西 就是你要装什么小镜子啊 然后口红啊墨镜啊 然后一动不定人啊都可以 我有试过 但是可能装太重的话 就是会有点太重了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很适合夏天 你穿那种白提或干嘛的时候可以 还有白色的小裙子之类的 然后接着要说这种编织包 这个编织包的话 我之前的视频也说过了 我觉得它也非常百搭 我一开始觉得它只适合出去旅游拍照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 其实你日常提出门也是可以的 这真的很百搭耶 就是没有一定要说什么穿怎么样正式的裙子 或者是怎么样度假风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也很百搭 而且你可以提可以斜块嘛 它还有送一个那种袋子 然后也不贵 接着要说的呢 是今年特别流行的那种透明的那种包包 就是这种材质的包包 我个人觉得这种材质的包包 真的是还蛮好看的 我买了一个这种小的 我想说到时候出穿搭视频的时候 可以配衣服嘛 嗯对 我还有穿搭视频没有拍 进度是真的涨了很多视频没拍 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贵 是不到50块钱吧 我们会把链接发在下面给大家 但是它很好配就非常好搭配 就你周末出去看个电影的话 也配备这个 最后一个要求的呢 也是一个透明的包包 然后是稍微大一点的 它是可以手提的 然后里面还有配一个那种鞋背的那种袋子 但是我其实我最近比较喜欢手提 因为我觉得鞋背不是很方便 就手提的话会方便一点 就你可以这样的勾在手上嘛 然后就非常的方便 这个包包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跟前面那个包包是同一家店买的 然后是随便买的 我在头上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款式还不错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反正我觉得这种的话 夏天 反正我觉得这种包包的话 夏天肯定非常好搭 然后颜色也很好看 我就是最近迷恋蓝色 所以我买了非常多蓝色的东西 就是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评价包包推荐分享 都是百元以内的 没有超过一百块 像这些的话 都是五十块钱以内的 其实除了那个编织包的话 其他的都很便宜 就基本上都是五十元以内的 超级超级推荐给大家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再见哦 有没有人觉得我今天的耳环也很可爱啊 是两个小铃铛 从有这样的半露脸的形式拍视频以后 我觉得我买耳环的那个钱都花了特别多 因为你就是每一期都想带不同的耳饰 然后穿不一样的衣服 像我这些衣服真的就是上班没办法穿 但是拍视频的时候可以穿一穿 我那天看Vicky的视频他还是说 其实他买了很多衣服 都是上班的路上开车的时候可以穿 然后你到上班的地方就要换那种工作制服嘛 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啊 就是有新衣服穿就可以了 而且这些衣服也不是特别贵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希望大家有多多的支持 投币转发点赞 还有收藏哦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